现在我们继续看这个问题 这个图 它是有两个半径 一个是RA大RA 一个是大RB 两个球面 同心导体球面 一个带QA 一个带QB 现在要求内外球壳的电位差是多少 这个球壳跟这个球壳 这个算VA 这个算VB 电位差是什么 要求电位差 我们一看这个 电场可以用高斯定律求 因为它具有对称 球状对称 所以用高斯定律求电场 在RA跟RB之间 它的值就是这个 我就不再做了 你在这里取高斯面 取出来就是这个值 然后我们就把它 带到 VA-VB等于这个 就是电位差等于电场的线积分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 带进来 因为你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是在这个球面 它的电场就是这个了 就是这个 我们可以把 QA over 4 by epsilon 0 提出来 R平方分子1 DR 就是等于负R分子1 你把这两个上下底带进去 就变成这个 你看 这个结果有一个什么 什么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两个球面上的电位差 只跟什么有关系啊 跟内球壳上面的电量有关 跟外球壳根本就没有关系 这个很 这球出来的 这很奇怪 但是很有用啊 好 然后我们就看 VA跟VB的电位差是这么大 只跟这个有关 然后我们现在要问各位 假如啊 我拿一根导线 把AB两个圆 把它接通的话 那它的电量怎么跑啊 是QA往QB跑 那还是QB往QA跑啊 还说两个平分啊 加起来我们一人一半 怎么跑法 它这个大自然的分配 它有它的原则 跟我们人不一样 人有时候讲义气 比如说小朋友 两个小朋友有义气 有一天他爸爸给他一百块 他马上分五十块 给另外一个同学 你看我爸爸给我一百 我分你五十哦 不过明天你如果你妈妈 给你二百块 两百块 你要给我一百啊 这是人的义气 大自然是不是这个义气啊 不是 大自然有大自然的一个原则 它的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说 正电荷永远是从高电位指向 高电位往低电位跑 负电荷永远是从低电位往高电位跑 就是说从高能量 往低能量跑了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看 那如果我用一个电线把它接起来 这个电荷怎么跑呢 好 那我就看看这个 VAVB 哪个高哪个低 现在不知道啊 那就看这一边 这是个常数 对不对 一定是正的 然后RA比RB小 所以RA分之1减RB分之1 这一定大于1 对不对 大于0 大于0就表示这个是正的了 VA大于VB了 VA如果大于VB的话 那这个上面的电荷 QA QA我们在这里 当作是正的 负的也可以啊 当作正的 它就从这里 往低电位跑 QB没有理由说往这里跑 因为这个低电位 这个高电位啊 对不对 QA往这边跑 跑多少啊 跑到一点 这个就降低一点 对不对 一直跑跑跑 跑到这个变成0 就不跑了 这个如果是0的话 一定是什么等于0啊 QA等于0 对不对 跑光为止 如果负的话 这是负电荷的话 也是一样 如果 这个是负电荷的话 这是负的 这个一定正 那这一定小于0啊 那就是VA要小于VB啊 它从低电位 要跑到高电位 对不对 好 我们就用这个原理啊 就做了一个 装置叫做Vendegrave Generator 我等待会谈到 我们现在先看这个问题 电荷Q均匀分布于半径为R的界电子球体 这是一个R 这大R我忘记画出来 球星的位置 它的 电位是多少 球星的位置 那我们怎么办 那求电位嘛 好 那我用电场来求电位 OK 好 那么 因为 它是球状对称 所以高色电率很好求 电场 那高色电率 R大于大R是这个 R小于大R是这个 那现在这个是在R大于大R的地方 然后我们V就刚刚带到刚刚那里去 我说过 因为它是有限区域的分布电荷 所以它可以用R到大 到无限大来积分 好 这个积分我们就可以把它分两段 R到大R 就是说从这个里头任何一点 到大R 大R呢 再到无穷远 可以分成两段 好 那么这个积分积出来 把这个带到这里 这是R 这个R小于大R R小于大R的地方 带这个 这个 带到这边来 好 这个积分呢 这个积分 就是这个 这个积分 就是这个值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 上下线带进去 这一项就是这个 这一项带进去 就变成这个 两个合并就变成这样的 所以外面一点的电位 就是这个值 我们前面也做过 前面也做过 用电位差来求电位 我们现在是一次 电场这么积分 做也是一样 好 在求星的地方呢 求星的地方就是R等于0 R等于0 R等于0的话 就剩下这个地方 那就是这个值 OK 所以这个式子 有时候用起来很方便 你如果要用这个 电位差的话 你还要取一个标准 电位等于0 然后任意地方的电位 叫做V 然后再用电位的连续性来做 如果电荷是分布在 有限区域的话 我们用这个式子 一次就把它做出来 好 那这个就是Vandegrave Generator Vandegrave Generator 你看他这个 两个轮子 这是一个皮带 用这个橡胶做的 这个 这两个轮子 他用这个发电机 让它转动 这个皮带就是这么转 转到这里的时候呢 他让它 上去的时候带正电 从这里下来的时候呢 带负电 然后你看正电到这里 你看这个 这个曲率半径 比这个要 小多了 刚刚我们不是说 里头的球 刚刚我们不是做一个 RA跟RB 两个同心球吗 对不对 里头那个曲率半径 比较小 所以 如果是正电的话呢 这个电位比这个高 所以正电会就从这里 跳到这里来 就跑到这里去 负电荷的话呢 就让它带下来 就进入地 地线 跑到地球的 表面去 这个不断的上去 不断的电荷 就跑出来 你不管外面是多少 只要这个半径比它小 它的电位就比它高 电荷一定跑上去 这可以到 好高好高的这个电压 这是 这是Van de Grave Generator 那么我们实验室里头也有 也有 静电产生器 我们用这个 最方便 可以产生 好几万伏特的静电 好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 电子伏特 一个带有Q的电量 从电位VA的位置 往电位VB的位置 移动的时候 移往电位VB的时候 电位能的改变是等于这个 它从VA的地方 跑到VB 它的能量就降低这么多 降低的电能变成什么 变成动能了 所以这个 如果一个电荷 从VA降到VB的话 它从静止开始跑的话 那么它的位能 就会变成动能 好 那么指点 如果它的电量是 1.6伏特 那么电量是1.6乘10的 负16之方库仑 电位差正好是1伏特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能量 正好是等于1.6乘10的 负16之方的交二 一个 Electron Volt 因为这是一个 Electron的 电量 一个伏特 所以 以后我们有一种 能量的单位 就是用EV来表示 EV EV就是说 一个基本电量 这是基本电量 基本电量的 带电体 它电位 降低一个伏特的时候 它会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动能 OK 是EV 这个在光电效应里头 用的很多 那 如果 能量比这个大的话 比如说你到核子物理里头去 它起码都是用 比如说KEV KEV就好像什么 我们X-ray X-ray X-ray 它电子 跑出来 它要经过一个 多少个KEV的一个 一个加速电压 让它产生动能 一个KEV就是10的3之方EV 更大的 一个MEV 就是10的6之方EV 更大一个GEV 就是10的9之方EV OK 好 电位这一章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